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直接拖进去的 然后直接拖进去的话 就是直接在这边的话 正常的话里边是这样的 然后有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指针 指针的话不用多说了吧 指针的话就是播放到哪 它就走到哪 然后这边的话是视图 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显示 或者是隐藏边区轨道 这边的话它有一个边区轨道 也叫做编排轨道 相当能编排了 然后这边的话选项的话 你可以选选择就是一些功能 基本上都是中文 我相信你如果是用过DW的话 你很多功能你看的话都清楚 expand the track folder after moving to folder 就是展开轨道 轨道的这个文件夹 然后当你把这个 把移动到里边之后 它把这个文件给你展开 文件夹展开 然后这边的话 音轨的话就这些 对吧 这边有剪辑 其实就相当于是这边工具的一些拓展 然后选项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自动交叉淡化的话 就是假设如果说我们剪切了一段音频 然后它合在一起的话 举个例子这边的话 按那个S的话应该是剪切 因为我也很久都没用了 已经有点记不住了 然后往前这么一推的话 看到了吧 作动它就已经交叉上 听到了吧 就是这就是做了一个交叉淡化的一个声音 就不需要你去把这块推上去 这边推上去 你看 这就是补淡化 看到了吧 它并没有做非的音和非的奥特 然后丢进去个音频的话 音频的话就长着一个屌样 这个屌样的话 然后它是这边是有音频块的 然后音频块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前面部分的话 和其他录音软件没有任何区别 我建议您的选择方式 就是先去用用别的音频软件 等到用着觉得说上手了 一共能够非常非常的上手了 玩的非常的流畅了 不会出现太多的问题 不会说在操作层面上面有问题之后 再来去使用Cakewalk 因为你的逻辑基本上已经固定了 只需要去更改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即可 然后点开这边的话 是那个关于automation 这个用Q-base也是一样的 这边显示的是缩小版的预览窗口 然后这边的话是直接Fade in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说拖到最后的话 就是Fade out的 非常的传统 这个功能也是传统异能的 也属于是 然后这边按住Ctrl键 然后调整我们的部分 按住Ctrl键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去向前滚动 如果说不按住Ctrl键 调整滚轮的话 是调整我们 我们这个 音轨上下滚动 其实你去用Audition的话 其实这块的话 基本上也已经非常的健全了 对吧 你用Audition的话 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按住Alt键 缩小 缩小的是横向的一个缩小 看到了吧 按住Alt键 缩放的话是这么个缩放 然后另外的话调整 这是刚才调整是 鼠标轨轮的操作 然后这边调整的内容 有剪辑 就如果说你需要剪辑音频 那就这边右边 是我们的音频波形区 然后如果说你这边 有需要音频轨道 就是插入音频轨道 插入MIDI轨道 插入乐器 MIDI轨的话 那就是MIDI轨 然后乐器就有虚拟音源嘛 然后这边的话 可以插入多条音轨 可能都有各种类型 你需要什么类型 就可以调整到什么类型 然后这边的话 实际上严格意识来讲的话 这边调整的是输入端 然后底下的话是输出端 输出端的话 它会问你 送出到哪个轨道上面 这边在总线轨道上面的话 它给你提供了三个类型 第一个叫做Master 然后第二个叫做Metronome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第三个是Preview 这三个轨道特别的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呢 实际上如果说你是 只混一个立体声声音的常见的话 可以把这边删除总线 全部都删除 只留一个Master即可 如果说你是在做一个专业的音频 或者是一个大工厂的情况下的话 可以说是Preview 给别人预览一些声音 一些轨道的一些声音 发送到Preview之后 给别人预览 然后你可以选择 自己听到一些某些声音 决例子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分轨 分轨里边的话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轨道 然后其中人生只占一小小部分 不会吧 不会吧 在2022年 还有人以为就是一个伴奏 一个人生 这叫混音吗 很多个声部 然后呢 这个东西 人生的这个部分的话 实际上你如果说你有 你有这样的需求 可以选择不发送给别人去听啊 就只有伴奏的这个部分 然后带人生的部分 你自己去听 当然我只是说举个例子啊 然后你还可以去指定各种各样的声音 然后在这边的话 它是它的电瓶表 你一看你就知道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边的话是缩小轨道 然后放大轨道 然后这就是它的功能 然后左边的话就是弹入弹出 然后我们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 这个名称的上方的话 拖动的话就是拖动我们的这个部分 另外的话 这个软件在这边的话 它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扩展的区域啊 点这边的话是缩起来 点这边是展开 然后展开的话 在这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给它浮动起来 然后还可以给拖回去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边有扩展选项 至于左边还有至于右边 你想放哪放哪 这看你个人习惯 然后结束啊 然后这边折叠的话 就是看到吧就折叠了 然后这边的话 有以下几个选项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这个叫做编 就是这个编排轨道 编排轨道怎么编排呢 举例子 假设如果说你是做一个EDM 或者是电子域啊的用户的话 我们我们举例子啊 你经常会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采样 什么叫做采样呢 就是取一段音频里边的一段内容 决例子啊 我们就采一段这个 如果说我想取这一段的区间的话 对吧 我们可以去这样取一段采样 就比如说我把这一段区间取了 现在是这一段区间是选中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标尺上面的话 只有这一段是标记阴影区 其他都没有标记 然后点击这边的话 叫做叫做那个 创建编曲小节 这边的话叫做Select Sun 然后这边的话 我可以改成叫做采样一呗 就采采样一 就采一就完事了 如果说我们的歌曲的编排的话 就是采一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还可以去采其他的部分 对吧 我可以去放入其他的音频 在这边的话去进行一定的采样 采样的话 还是同样的办法 然后直接点击右键 右键之后 然后这边的话 已经已经进去了 对吧 Select Sun S4 然后这边的话采2 就采样2嘛 然后在这边的话编排的 我的编排的顺序就是采样2 当然这是瞎编排的啊 不要不要误会 就是我随便给你举例子 这个功能为主 就是在这个轨道上面 左左选上 左键按住 然后拖这一段 他也可以去选择 就是这种编排 采样3 采3 然后放进来 目前的播放的顺序是 采一采二 然后采3 对吧 看到了吧 他是按照采一采二 然后还有采三 这是顺序型播放 如果说你要是说觉得 我编排好了 对吧 我编排好了 那我可以去把这个东西给他导出去了 这个的话就是呢 这边他是有选择所有的编排小节 然后直接是可以 可以给这块 我们给他直接导出啊 将编排提交至工程 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把这个编排 看到了吧 123这个顺序的采样之后 就直接可以提交导出就完事了 这就我们就可以编排完成了 这是做电子乐也比较方便啊 这个相比较其他的软件 我不知道别的软件上有没有 反正目前来讲的话 我在这个Kickvoke上面的话 这一点是比较吸引我的啊 然后其他的的话 常见的哈 在这边的话 他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这边的速度运轨 就这个BPM BPM的话也比较有意思 就是他会显示他这个工程的BPM 然后在这边的话 他是我们的轨道的一个拓展 说白了 轨道的话就是控制台嘛 这控制台的话 我们是可以给拖出来 上一期视频已经交汇给你了 对吧 然后在这边的话 他是有一些东西的 在这个轨道的概念里边 Kickvoke首先 他定制出了 他自己独家的 这么一个模块化的功能 据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需要在这边的话 加一个EQ 他就已经自己 他就给你挂上了这个EQ 如果说我想激火 现在就已经激火了 然后如果说我想 我想说是 弄一个弄一个声音 声音的风格 可以在这边 有以下几个 Hybrid 然后Per 然后还有这个E-Type 还有G-Type 这是模拟一些硬件的风格 声音风格的话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这边的话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EQ的用法 如果说EQ还不会用的话 那建议你学习EQ 在这边的话 还有一堆的预制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的话 去进行调整 调整它的频率 可以在这边去进行调整它的频点 然后我们的话 还可以在这边扩大它的窗口 然后扩大它的窗口之后的话 针对每个频点 更加细致的进行调节 然后它不是一个动态EQ 跟FiveFilter的Q3的这种动态EQ 还不是一回事 它不是一个动态的EQ 然后不过段数的话 是够六段的 够我们用的 然后这边的话 可以去调整它的这种滤波类型 还有声音风格 在这边的话都是有的 然后这是EQ 如果说你觉得说 我往这个上面加一个其他的模块 可不可以 有啊 在这边的话 我们还可以去加一些加速 加啥的这种小模块 如果说你有喜欢的话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粗混了 这是这个是在其他的音频软件上面 也不常见啊 这边的话还可以加这种console 就是加一些所谓的这种 这种模拟类型的一个染色 然后还有其他的模块 如果说你有喜欢它的这种效果链的模式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往上面加各种各样的这种常见的东西 这边一键是针啊 C-Toration 而且你仔细看看啊 这个是soft tube提供的 很多的这种模块也都是大盘 常常给提供的 这个声音方面还是有保证的 包括你像一个非常简短的这个 Breeverb 2 就是之前的那个大名鼎鼎的那个小红色的这个混响 然后在这个上面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简略的模块 非常非常的懒人的那种的 也比较好用的 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用的 这个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那个 Overload他们家的那个Breeverb 2 这有很多人在去用 这就是这种基本的窗口 然后直接可以选择启用 或者是关闭 这是对比的部分 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 你像右边的话 媒体 然后插件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说你有关于这个作品的情况 那你就直接选择你这个作品的地方 对吧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这样 基本的话也是给你熟悉一个界面 然后这边编辑参入设置 设置的话 驱动的话 建议你还是要设置到ASIO 设置到ASIO之后 然后在这边 如果说你有MIDI输入了东西的话 可以直接设置MIDI的东西 然后有录制或者是毁放的话 可以在这边去进行调整 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文件夹的话 这是他默认的路径 就是你在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他也会给你去指定一下这个路径 如果说你有指定到第三方盘辅的 除C盘之外的第三方盘辅 那就可以在这边去进行调整 我是基本上都丢在我的D盘里边的 然后这边的话 音频数据看到了吧 可以在这边去进行调整 其实更加重要的地方 就是这个VST设置这边 VST设置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我们常见的VST路径 你像我常见的话 就是Cprogram,Files,VST3 好我的Dprogram,Files,VST,Plugins 这是我自己指定的 然后这边到VSTAlong 就是我的单独的免安装类型的VST2的路径 这也是我常用的一个免安装类的免费的正版插件的路径 然后其他的这个地方显示的话 如果说你有切换它的外观 可以切换成那个银色的老版本的外观 然后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黑颜色的 那就切换黑皮肤 如果说你有官方的 就是官方它上面是有这个论坛的 你可以在官方上面去下载一些第三方的主题 各种各样的主题 反正都挺好看的 我都挺喜欢的 你有喜欢第三方主题 可以去安装你的第三方主题 然后这边的话 这是关于用户指定计划 基本上也没啥东西了 非常非常的基础 当然你也可以调整的不基础 这就是整个界面的概览吧 也算是 然后下一期的话 我们就开始从新建一个工程 然后开始从录音 包括你像后边这个音频这块的 开始学习了 巧门那部分的话 有详细遇到的会去讲 如果说并没有的话 那就是按照一个正常工作流程来讲吧 如果说你的工作流程不正常的话 那可能不太行 好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